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早上好 我是爸爸曹人 那今天的話呢是2023年的3月1號禮拜三 現在是8點多 今天是3月的第一天喔 那我在這4天的連假呢 除了第一天就是有去那個 台北參加星光登高賽以外 二三四天基本上就是在顧小朋友 那顧小朋友的話呢就是有大部分時間都要玩卡奧雷 卡奧雷因為最近的話他們比較沉迷卡奧雷 所以就帶他們去排隊 好但是也無所謂啦 反正他們喜歡玩就玩 因為我以前是這樣子瘋狂過 所以能夠完全理解也支持他們 好那應該有人來上班了 我剛好看到幾車但小金還沒來 好雖然說我禮拜六的那個星光登高賽有得名喔 但其實我一點也沒有很開心 沒有特別的開心啊 因為成績上來講的話並沒有 突破自己以前的紀錄甚至還差很多啊 因為以前的話跑六分嘛星光登高賽 但我這次的話跑了八分多鐘啊 八分多鐘哇真的是嚇到 好這體能真的退化很多 好不過呢就是也讓我想到這件事情 其實只是體能啦 其實除了體能之後還有很多事情 譬如說像我們的知識啊 好像我們出社會之後呢 他們都會比較停止學習嗎 因為在學校的話 呃有考試可能會被強迫 我們就會學習 但是出社會之後就會比較少 好那跟鍛鍊身體是一樣的 好如果說沒有去常常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會退化了 好所以其實這次的比賽 讓我主要的獲得就是 呃未來每一天我要更踏實的過 然後每天就從自己 不然的話可能連以前的自己都還不如 好啦就先這樣子啦 各位朋友上班愉快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